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7月3號 星期日 來看今天有哪些最新的消息 烏俄戰爭爆發之後 作為入侵一方的俄羅斯卻常常後院起火 境內的儲油設施 國防部重要機構等地點 接連發生神秘的失火以及爆炸事件 而且原因不明 引發外界的紛紛猜測 英國《泰晤士報》日前披露 俄羅斯後方頻繁失火的背後 充斥著烏克蘭神秘特種作戰部隊薩滿營的身影 據報導 薩滿營是烏克蘭第10特種部隊的外號 是烏克蘭特種部隊中的精英 他們曾經對俄羅斯境內的縱深後方的一些關鍵戰略目標 進行過幾次特別的行動 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報導中披露 這些特種部隊的戰士晚上會被烏克蘭的直升機 送進俄羅斯的境內 這些直升機以令人驚訝的飛行高度 偷偷低空越過俄烏邊境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烏克蘭情報官員表示 我們派他們去執行最困難的任務 因為他們是最精銳 最勇敢 對軍事行動的完成來說至關重要 只有那些能夠通過多種令人精疲力竭的測試的人 才有可能被錄取進入該營 這些戰士還具有潛水 跳傘和登山等特殊技能 薩滿營的戰士擁有的各種高超技能 保證了他們能夠深入敵後方 完成複雜的任務 另據美國網媒《動力》的報導 今年4月時 薩滿營戰士甚至大膽的架著 烏克蘭米24磁路攻擊直升機低空越界進入俄羅斯 偷襲位於俄烏邊界北方約25英里的貝爾哥羅德儲油設施 一名薩滿營的負責人表示 他們正在執行分內的責任 好實現目標 而且這些任務只是開始 只要俄烏戰爭沒有停止 這種襲擊活動就將會繼續進行下去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七一訪問香港 空前嚴密的保安也難防病毒接近身邊 7月3日 香港親共政黨民間聯的立法會議員 何俊賢對外透露 他檢測證實確診新冠病毒 而他在6月30日的大合照當中 正好站在了習近平的正背後引起了熱議 習近平這次訪港為保萬無一失選擇不在香港過夜 所有出席慶典的人都要事先避還隔離 每天核酸檢測 還有大量的香港與海外傳媒的記者被阻擋採訪 甚至有中共官媒記者和政府新聞處人員都無法通過審查 這位被曝染疫的議員何俊賢 以漁農業代表身份出席了6月30日 習近平對香港特區主要官員 各界人士 以及紀律部隊的會見 在習近平與眾人的大合照中 何俊賢還正好站在了習近平的正後方 同框的還有特首李家超和林鄭月娥等高官 他事後還未站在習近平的後面合照而洋洋自得 在社交媒體炫耀說 其實國家也很重視於農業 新政府要看著辦了 沒想到 炫耀聲未落就傳出了確診 一下子熱爆香港社交媒體 網民調侃說 習近平這次也成為了病毒的密切接觸者 希望不是有人惡意跟主席照相 也有人諷刺說 國安法怎麼防不了這種人啊 還有大量網民問 親共的何俊賢是否是內鬼 要對領導人不利 是受什麼勢力指使 還有人寫道 古有圖窮筆現 今有病毒俊賢 而習近平這次的訪港也招來了眾多西方媒體的評論 BBC報導 最新公布的民調顯示 全球受訪者大多數對習近平的國際事務上 做正確的決定沒有信心 皮尤研究中心的這項調查 在2月至6月間進行 共調查了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法國 德國 西班牙 瑞典 荷蘭 比利時等西方國家 以及日本 韓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和澳大利亞等國的25,400多人 受訪者對中共的負面看法 仍然處於或接近有史以來最差的記錄 自俄烏戰爭以來 親俄的白俄羅斯也動作頻繁 導致它與俄羅斯一同遭到了國際制裁 據烏克蘭當地媒體的報導 目前已經有35個國家聯署 要求撤銷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兩國 在國際體育組織的成員國資格 隨著戰事的持續延燒 國際實施的制裁越加嚴厲 根據《基輔獨立報》7月3日在推特上發文指出 將俄羅斯與白俄羅斯 踢出國際體育組織的聯合聲明 目前已經共有35個國家公開表態簽署 主要是25個歐盟成員國 和美國、加拿大、日本等10個非歐盟國家 文章表示 7月1日 波蘭體育和旅遊部長伯特·尼丘科公開喊話 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代表 自體育組織管理部門中除名 同時停止在俄羅斯轉播國際體育賽事 另外 6月27日開打的英國溫布頓網球賽 也已經明令禁止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球員參賽 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全球財富的遷移 據全球移民投資諮詢公司Henley & Partners 發布的最新《亨利全球公民報告》 預計今年全球高淨值人士的淨流出移民人數 俄羅斯和中國佔比最高 都超過萬人 香港位居第四位 多達3000人 排名第三的是印度 這家公司根據上半年對超過100萬美元財富 高淨值人士的移民數據 推算出今年的數字 發現俄羅斯今年會有1.5萬富豪外流 比疫情前的2019年猛增了9500人 佔俄羅斯總高淨值人士人數的15% 而中國大陸 中共黨內的權力角逐的白熱化 以及和對香港民主人權的鎮壓 令大陸和香港的富豪外移人數都巨增 大陸今年將有1萬名的富豪流出 這家公司今年第一季從東亞地區收到的投資移民諮詢數量 急劇上升 其中大約57%來自中國 而香港位居其次 2021年 有超過10萬名的香港公民 利用英國的BNO簽證離開了香港 其中包括高淨值人士和銀行家 據英國內政部5月底發布的最新數據 今年第一季度共有19500人申請了BNO簽證 比去年最後一季增加了25% 而亞洲另一金融中心新加坡 卻成為了香港富豪出走的受益者 該國今年流入了2800名百萬富翁 分析認為 是中共對香港的鎮壓 迫使香港的富豪外逃的 另外 於6月11日閉幕的香港國際移民 及置業博覽 兩天吸引了4.7萬人 據主辦單位對網上登記的3.5萬多人所做的調查 其中大部分是中產以及富裕家庭 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佔66% 超過640萬美元的佔17% 而家庭月收入2萬美元的佔30% 為了給接管香港主權25週年做宣傳 中共喉舌央視日前製作系列專題節目 其中大陸的觀眾熟悉的香港歌星張學友 也成了節目訪問的對象之一 張學友在訪問中一躍於表示 香港這25年經歷了很多 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但因為我是和這個城市一起成長的 我在這裡出生 在這裡長大 我仍然相信這個城市 仍然希望這個城市會變成一個 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 香港加油 沒想到張學友這番話簡短的表態 卻招來了風波 一些大陸的粉紅可能覺得張學友 沒有達到他們要求他吹捧中共的期待值 就摳著字眼說 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 仍然相信 仍然希望 怎麼的 是不滿意 是吧 還有的人抓住他說的香港加油大作文章 對他上綱上線攻擊他不愛國 理由是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香港加油被示威者廣泛使用 成了中共以及港府的忌諱用語 現在張學友這樣說 被認為是在呼應示威者的主張 還有粉紅咬定 張學友整個訪談只提到香港 以及25週年 沒有提到祖國就是不夠愛國 鑑於批評挑剔的聲浪不斷升級 央視官網不久便刪除了這段訪談 港媒報導 張學友7月3號發表聲明 對香港加油成為禁語無法理解 並希望中國人能以理服人 他今天向媒體表示 他覺得自己是個愛國家 愛香港的中國人 他在香港出生 香港長大 跟香港的緣分如此深 他見證了香港最黃金最輝煌的時刻 而現在的香港實在是差強人意 特別在過去的幾年裡 香港經歷了黑暴 緊接著疫情 百頁蕭條 人心惶惶 香港正是需要努力加油的時候 他說 他聽過北京加油 武漢加油 上海加油 但香港加油 卻因為一些犯了錯誤的人用過 黑色黃色被一些別有用心犯了罪的人穿過 就變成了愛國不愛國的標準 成為了禁語 禁色 我個人無法理解 本人是否愛國愛港 自有公論 香港知名的科幻小說作家倪匡 三號傳出世事 享年87歲 他的作家好友沈西成 下午證實了這一消息 沈西成三號下午突然在臉書發文告知此事 隨即引起了文壇熱議 不少書迷紛紛湧入 流言哀悼 倪匡雖然以科幻小說文明於華人世界 但他在創作的歷程中 涉獵範圍十分廣泛 曾涉足武俠小說 偵探小說 靈異故事等等 其中尤其以魏斯里 袁振俠系列最為知名 除了與金庸 黃瞻 蔡蘭同被譽為香港四大才子之外 倪匡廣為人知的是他毫不隱瞞對中共的態度 他曾經在節目上坦言 自己從不相信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共產黨說的 共產黨的話什麼時候靠得住 數十年來沒有實現過一句話 倪匡也曾表示 他對香港的未來感到悲觀 共產黨管制的地方怎麼會有希望 等於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城市一樣 因此 香港的作用越來越小 就剩下共產黨的貪官 要在這裡匯錢到西方世界 他的感言風格受到了不少人的尊重 另一位香港著名的作家陶傑今天就在臉書上 分享自己與倪匡的合照 直指倪匡是全球華人世界70年來大腦最清醒的人 觀眾朋友 上面提到 黨媒喉舌央視製作的香港主權移交25年專題節目 其中張學友是訪問的對象之一 節目出來之後 被中共的粉紅咬定張學友不夠愛國 並加以攻擊 隨後 央視拿下了採訪視頻 張學友本人也在7月3日發表了聲明 聲明中還提到了香港經歷了黑豹等等一些表述 您對這整個事件怎麼看的呢 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和轉發 感謝您的收看和支持 下次節目再見 再見